大家好,我是Kunkun 我今天就劝領帶大家到我身後的一間 叫Farm Boy的一間超級市場 裡面購買的東西是一些自然的 還有比較貴價的一些蔬菜和產品 當然它也會有一些 平時在外面會看到的產品 但其實裡面還有很多很特色的產品 這間就是在Richmond Hill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這間超級市場 究竟買些甚麼 我們GO! Cita Bally, 藍莓, Raspberry也是非常有名的 因為它是比較新鮮 然後你看它通常在外面是賣蔬菜的 進來的 來到就一定要買Kel 因為其實在外國加拿大買的魚衣甘蘭是很便宜的 這個魚衣甘蘭現在是買2.99一宅 一宅是超級大宅的 魚衣甘蘭又健康 又可以用來榨汁或者做沙律 大家不妨來到加拿大可以試試看 肉類都有很多種 有牛肉、豬肉、雞肉、火雞肉 還有火雞肉 火雞肉來說 你看看 一個火雞肉 一個這樣 平時在普通的超級市場買 火雞肉是比較貴的 但在這間超級市場買 反而便宜 它是3個秋毫3 有2隻雞取 2隻火雞翼 超級大隻 而且上面這個是我時常買的火雞肉類 火雞肉可以用來減肥 因為它的脂肪比較少 大家來到加拿大 或者在托倫多這邊 你可以用火雞肉來試吃 這個牌子也是我時常買的 普通的超級市場都可以買的 是一個牛肉 它最棒的就是它已經幫你擦好 調料 只要放蕃茄醬 煎一煎肉 就很好吃 當然這裡也可以買兔肉 我不吃兔肉 但在這裡買兔肉 其實不算貴 是24個多 就有這麼大隻兔 這個就是我平時買的 是一個有機冰鮮雞肉牌子 它是有雞翼 有雞胸肉 還有雞翠仔 之類的 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它沒有這個 antibiotics 也沒有激素 所以吃下去會健康些 雖然它是冰鮮 如果你在加拿大買冰鮮的雞 是會沒什麼雞味 但這個就不同 因為它是有機的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加拿大試買一下 這個牌子的有機雞肉 我身後面這個炮骨 超級大 更大個臉 這個炮骨 如果你在Costco 會看到這麼大的包裝 居然來這裡也有 這個也是它出的一個炮骨 我沒吃過的 但是它價錢是超級合理 5元然後49千就有了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這裡 試一下這個炮骨 但我自己一個人就吃不完 我要考慮一下 會不會買給同事 吃一下 可以一起分享 那就不會漏了 這個奶是我平時都會喝的一個牛奶 這個牌子的牛奶是非常好喝的 因為它是自然的牛奶 跟外面加的那些 是更有牛奶的香味 然後它是有不同的百分之 有些是10% 那10%的那些就肥很多了 那你可以買些奶3% 2%的牛奶 那價錢方面 那當然越多%的牛奶 那就是越貴 那就有些是三個幾 然後還有朱古力奶 朱古力奶都超級好喝 但是它最棒的是什麼 它是玻璃瓶的 玻璃瓶的牛奶本身已經好喝 還可以refund 所以呢 你可能你買這個普通的2%的奶 是3.79 但是呢 可以是用這個 refund之後呢 其實是1.79 就有一瓶奶了 平時呢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喝豆奶 但我很喜歡喝豆奶的 那這個豆奶的牌子呢 是我經常會喝的一個牌子 那它也是一個有機的豆奶 那它甜度是適中 但是它很香豆味的 那之後呢 它也有這個維他命A D和C的 是加進去的 那它有細包裝也有大包裝 用來做麥皮是很好吃的 嘩 它呢 不同的沙律醬都有很多 然後呢 我想試一下買這個 Apple Cider Coslaw Dressing 好像很好吃 它是酸酸甜甜 應該就加上一些Coslaw 即是沙律醬的味道 好像不錯 它現在賣的是5.49 就是有一支 來到這裡之後 發現它有我在Italy看到的 那些意粉的牌子可以給你買 而且它是有不同的類型 因為它是外國超市 所以在外國很多人 是吃vagan的一些食物 它連vagan的一個不同味道的pasta 都有的 它還要是gilton free 我看到這張東西好像很好喝 它是Apple Cranberry的 一個Sparcling Juice 它價錢很便宜 4.99就一支了 它是non-alcohol的 那我就決定買一支回去試試 好不好喝 我走過看見這些呢 很有趣 叫Reusable Product Bag 它是賣1.99一包 那一包裡面呢 其實這些是網狀的袋子 我平時可能拿一些膠袋 來塗一些濕了的菜 或是水果 但是呢 這個袋子呢 就可以用來代替 你就可以洗乾淨之後 重新再用的 它是頗環保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說過的膠袋就是這個樣子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我今天就帶大家去看了一間 比較高尚小的一個 賣很多有機產品的一間 超級市場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想說呢 可以在樓下留言的 還有就是 如果大家想我拍什麼影片的話 都不妨在樓下跟我說 那我就會盡量去拍一些 你們想看的一些影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